大家好,今天要教的課文就是啟詩中意的獻禮一束花 我們看看課文的第一段 鮮花理應呈送給海旋的英雄 留意一下,聖禮作者不是用聖禮,是用海旋 同學作文想改善文字分的話,都可以將聖禮改成海旋 要祝賀一個勝利的英雄,送鮮花給他是很正常的 難道獻給謝位暗淡無光的失敗者 很簡單,這個句子用了反問句 反問句的意思是用一個問句的形式表達肯定的意思 這句雖然是問句的形式,但想表達鮮花不是用來送給暗淡無光的失敗者 但如果用陳述句直接表達的話,就做不到那種令人思考的作用 不會令人想想是否應該真的要送給這位暗淡無光的失敗者 這句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用了謝位 前面沒有說過那位失敗者是誰 就會吸引讀者看下去,究竟這位是至於哪位 又究竟為何要送花給他呢? 我們掀下去課後練習的第四題 作者這樣寫開手有什麼作用? 問這樣寫開手有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就寫回他開手怎樣寫了 開手怎樣寫就是提問,然後再寫作用 作用就是剛才說了,引起讀者的興趣 令讀者思考這位暗淡無光的失敗者是誰 以及是否真的有人把仙花送給失敗者,原因是什麼等 令讀者想追看下去找答案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我們看下去下一段,第二段 他一直垂著頭 留意一下,作者在這裡用他 到這一刻為止,都沒有寫他究竟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都是想吸引你看下去,究竟這個他是誰 為什麼他會垂著頭 這裡就很簡單一句 用神態描寫,寫了那個運動員的失意樣子 那種垂頭喪氣 在之後才補寫回原因 就是下一句 四天前,他從平行木上打著船而跌在箭子上時 就把這美麗而神起的頭喪下來 這裡就說了他失意的原因 但是作者都是說不說的 說他在平行木上跌下來之後就變成這樣 都是想吸引你看下去 又不說是什麼運動,都是想製造懸疑 然後下一句 現在他回國了,走入首都機場的大廳 簡直要把頭藏進領口裡去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心理描寫 寫他是沒有面目見人 下一句 他怕見前來歡迎的人們 怕記者問什麼 怕指指和者夫來迎接他 甚至怕見到機場那個熱情的女服務生 留意一下 這裡是一連四個怕字 突出了他那種恐懼感 有多沒面見人 然後下一句 他的崇拜者 每次出國經過這女時 都跑來幫著他提包兒 有什麼念見人 大敗而歸 留意一下這裡 用了破折號 破折號 就是補充說明前面那個女服務生究竟是什麼人 原來就是他的一個崇拜者 每次都會幫他拿袋 那作者去到這一刻 才明確指出了他為什麼這麼怕見到人 就因為輸了比賽 接著下去第三段 這次世界勝比賽 他完全有把握登上平衡木和高低降女王的寶座 作者去到這一刻 才揭曉原來他玩的運動是平衡木和高低降 接著下去下一句 國內外的行家都借摸估計 但他的表演把這寫希望的燈全都關上 留意一下 作者在這裏沒有寫他的表演令人很失望 相反他寫用一個比喻的手法 將希望比喻成為燈光 那燈關了就在比喻令人很失望 同學可以寫下這裏是用了比喻的 我們下去段子 第一至三段 技術運動員怎樣怎樣怎樣 接著垂頭喪氣 前面那條橫線自然是原因 後面垂頭喪氣自然是結果 那他為什麼會這麼垂頭喪氣呢 看完剛才一至三段的同學都會知道 他是因為比賽輸了所以垂頭喪氣 所以同學可以寫下答案是 技術運動員比賽失利後回國垂頭喪氣 害怕面對記者家人和支持者 我們下去第四段 第一句兩年前 這裏暗示了時間的轉變 如果時間轉變了的話 真是用了不同的記序手法 作者本來是記序他在機場 突然間了 變了兩年前 很明顯就是插序 同學可以寫下插序 給我寫下答案 這裏很明顯就是 兩年後的今日 就是一個落敗者 既然兩年後的今日 是一個落敗者 兩年前就是 他是勝利者 接著下去下一句 他第一次出國參加比賽 夾在許多明陽海外的姑娘們中間 不受人注意 心裡反而沒負擔 兩年前參賽時 因為有太多出名的人 那些注意點在其他人身上 相對來說 他就沒有那麼大壓力 這幾句解釋了 之前怎能贏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壓力 所以才能夠出乎意料地獲得冠軍 我們展到課後練習第五題 第一部分 本文長寫運動員的心理變化和大眾對他的反應 是回答以下題目 運動員未獲冠軍的時候 心裡是怎樣呢 跟課文去寫 沒有負擔 我們回到課文 回國時 就在這機場大廳裡 他受到空前熱烈的迎接 究竟是哪些人迎接他呢 很簡單 當然是支持運動員的群眾 香港都是這樣 每次贏了奧運金牌的運動員 回到香港都會很受歡迎 接著下一句 你最喜歡什麼 他不知如何作答 這裏很明顯是問得太突然 他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怎樣回應他好 接著下一句 台眼看見一束花便說 花 於是就有幾十束花朝他室內 多得抱不住 文章呢 這裏才開始進入主題 因為文章的主題就是送花 接著我們展到課後練習第三題的第一部分 第二的分題 在他第一次回國的時候 送花者是什麼人呢 剛才說了 是支持運動員的群眾 接著下面第三分題 花的不同之處 剛剛看過 有幾十束花 同學寫問題答案 就是幾十束鮮花 接著下面 花的意義 因為群眾是送花給勝利者 所以很明顯是一種祝賀 祝賀他們除了冠軍 花的意義當然是 代表群眾對勝利者的支持 下面 運動員的感受 剛才說了 他不知怎樣回應 所以答案是 有點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應對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接著我們回到課文 兩年多來 多次出過比賽 他空前掛著 一個又一個 亮晃晃的獎牌回來 迎接他的是 遙漫化 攝影機 雪亮的閃光 事不事者 加重他的思想負擔 越贏就越怕輸 成績的包袱 比失敗的包袱更重 這裡很明顯說了 這兩年以來 他不斷贏出比賽 越多人就注意到他 他越來越受歡迎 一方面他不想支持者失望 另一方面 也不想自己失去支持者 所以自己很不想輸 不想輸就會怕 怕的話 心理負擔就會越來越大 以往良好的戰績 反而成為了他的負擔 這裡很明顯說了 為什麼他會輸的原因 就是因為背負著太沉重的壓力 背負了太多希望 那我們下去 課後練習第五題 第一部分的第二分題 他得獎而回之後 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思想負擔很重 因為 只不過是抄回剛才幾句 已經OK了 越想贏就越怕輸 成績的包袱比失敗的 包袱更重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我們回到課文 精神可以克服肉體的痛苦 肉體卻無法擺脫開精神的壓力 他說精神可以克服肉體的痛苦 精神是指運動員的堅毅精神 接著 可以克服肉體的痛苦 為什麼運動員會有肉體上的痛苦呢 當然就是因為他練習很辛苦 就是因為運動員很堅毅 很有意志力 所以他是能夠克服到訓練那種辛苦的 那精神壓力又至於什麼呢 當然是至於運動員很緊張 慌亂 於是就會令到他失準了 這種精神壓力來自於大家對他的期望 我們掀去課後練習第五題第二部分 在第四段中 作者說 精神可以克服肉體的痛苦 肉體卻無法擺脫精神的壓力 是以民宗運動員的經歷 說明這句話的含義 這一題呢 除了要說回剛才的精神上面 就是說運動員的堅毅精神 克服了訓練的艱苦之外 還要用民宗運動員的經歷 民宗運動員是拿了冠軍 當然是經歷過很克服的訓練 這裏是要加上去的 還有要說他 因為太大的壓力而在比賽中是失準的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運動員需要長久的訓練才能在比賽中獲勝 民宗運動員克服、操練、胃肉體帶來的痛苦 出國比賽取得冠軍 這說明增盛的鬥心 讓運動員克服肉體的痛苦 後來 成績的包袱讓運動員背負沉重的精神壓力 即使運動員屢獲獎項 但在比賽中稍有出錯 便慌亂得不能自制 說明肉體難以擺脫精神壓力 接著我們回到課文 這次他在平衡目上稍微覺得自己有些不穩 內心勒黑變得慌亂而不能自制 他失敗了 並且跟著在下面其他項目的比賽中 一塌糊塗地跨下來 這一部分很明顯是在解釋著 上面說成績的包袱比失敗的包袱更重的原因 很明顯在這一段插序 是在解釋著運動員為何會輸 輸的原因是因為太大壓力 發揮不到水準 如果運動員輸了 究竟要怎樣對待他呢 就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來的 因為文章的主題是獻你一束花 這束花其實是用來鼓勵運動員 所以整篇文章的主題是怎樣對待一個失敗的運動員 就應該要支持和鼓勵他 同學寫下的答案 插序部分說明女運動員在比賽中落敗的原因 多次成功令她越來越害怕失敗 因為沉重的心理壓力 她未能發揮應有水準 這部分交代女運動員的遭遇和困境 使讀者體會她的感受 對本文的主題應對失敗者給予支持和鼓勵有所共鳴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接著我們下去段子 技術運動員兩年來的經歷 第一次出國比賽在沒有心理負擔的情況下拿了冠軍 回國時受到 當然是熱烈的歡迎 因為有很多人迎接她送花給她 往後的勝利為她帶來榮譽 亦增加了她的壓力 忠於她在這次的比賽中失敗了 同學可以寫回答案 到處了 無論是挑戰 一朵 更為師 並不離身 要有還是加油 一定是由此 唯一 觀光 一起觀光 不用